最近西木窑走秀摔倒事件可以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对于西木窑的这次事件 西木窑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道歉 但是很多网友都是不依不饶的 说西木窑太丢中国人的脸 在家门口还这么丢人 其实大家要知道 走秀看起来很简单 实质很辛苦 每一个步伐一个举动都很有讲究 对于西木窑这次失误 小编个人觉得纯属正常 大家就放过他吧 但是有一些网友觉得西木窑可能会因为这次失误 终结了模特生涯 毕竟维命的舞台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 最近维命创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西木窑的摔倒事件发表了看法 他个人觉得西木窑已经做得很好了 一次失误不会影响机会的合作 但是接下来维命创始人又说了一句话 最让很多网友大哭 原来这才是他心里想要说的 那到底说了什么呢 中国内衣市场规模将达到250亿美元 是美国市场的近两倍 今年维命秀的主要目的是吸引中国市场的目光 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觉得西木窑做得好 而是盯上了中国市场 你们觉得老外脱路是不是很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